跟另外一半相處在一起 我覺得很快樂 生小孩哪需要什麼時間 先生一個 這種東西好像需要一個衝動 不然時間過那麼久了 大家對那個團 團魂的那個東西有點忘掉 我現在這個年紀好像變了 還好我覺得 一直跟另外一半相處在一起 我覺得很快樂 反而就是年輕一點的時候 會比較想跟朋友啦 可是好像已經轉換成一個 比家庭比較為重心的狀態 其實蠻希望後續可以接上 但 太忙了 其實那個還蠻耗時間的 我們到現在都沒有時間去商討 我們這個人生大事的問題 但是我心中是有一個大概的計畫 那我不會讓他知道 哇 你大概計畫是時間嗎 對 我希望是明年 明年 因為如果要 像 小玉啊 阿偉他們 都已經生完小孩了換兩個 那我覺得 如果太晚也不太好 怕會 跟小孩差太多水 我們一直都有在聊 只是一直都好像 不會成真這樣 因為我們人數 多嘛 然後各自現在 工作上的 性質都差很多 像阿偉就是一直在經營餐廳 所以他可能心思不會像 以前一直都擺在 演藝圈娛樂 所以要溝通事情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 稍微困難一點 對 所以現在問題出在阿龍 沒有沒有沒有 不要這樣 有些人也可能酬勞的問題 哦 不好說不好說 反正我是不會很care的 就是我覺得只要有一個 大家舒服 好的機會 然後我這邊是覺得沒問題 那還是說 我們去看一下 Energy的那一場 然後應該大家會有一些感動 衝動 我覺得有時候這種東西 好像需要一個衝動 不然時間過那麼久了 大家對那個團 黃昏的那個東西有點忘掉 對 謝謝大家